据英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10月8日的消息称 戴安娜王妃已经去世25年了 但是她在民众眼里 支持率依旧很高 被称之为人民的王妃 大家好 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 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分享哦 免得弄丢了找不到 我们接着往下看 卡米拉就算能够成功封后 也终究难上台面 只是查尔斯一意孤行的结果 不得不说 哈利真是好样的 经常说继母卡米拉的坏话 完全不给父亲查尔斯的面子 心始终向着母亲戴安娜 比起哥哥威廉的隐忍和大度 哈利显然是心直口快的性格 有什么就直接说出来 王室专家声称 女王过世后 哈利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对待继母卡米拉的态度 完全没有给她好脸色看 立刻引起了大众的争议 据英媒报道 有消息人士透露 目前查尔斯正在联系他的小儿子哈利 并在哈利面前提出了一个要求 决定与他做亲子鉴定 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离开英国王室以后 在美国开启了新生活 体验了一把普通人的生活 然而他们安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 突然开始攻击王室 哈利还写了一本回忆录 准备再次曝光王室秘新 而且据称该书的主要批评对象是卡米拉以及查尔斯身边的员工 无论是卡米拉还是身边的员工 显然都是查尔斯想要保护的重点对象 哈利王子布满卡米拉 介入生母带安娜王妃的婚姻 攻击继母是难以避免 那么他为什么要攻击父亲的员工呢 在最近的一本王室传记《朝城》 王冠背后隐藏的权力中 作家瓦伦丁 洛称 哈利早就遇见梅根之前 就非常不信任身边人 会怀疑身边的员工 经常会认为他的员工会背叛自己 梅根出现后 哈利变得越来越不安 不仅如此 哈利还非常排斥白金汉宫的其他员工 哈利曾给女王的秘书写邮件批评他 他也非常讨厌查尔斯的员工 正是因为哈利王子对王室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 查尔斯对儿子越来越失望 越来越不相信儿子 最近查尔斯想起了以前的事情 觉得哈利的身份实在可疑 据知情人士透露 查尔斯怀疑哈利不是亲生 并向哈利提出要求 决定与他做亲子鉴定 据称 在哈利刚出生时 赶到医院的查尔斯就已明显表现出了不耐烦 看了一眼之后就匆匆离去 没有给刚出生的哈利多少关爱 更令查尔斯对哈利疼爱不起来的一点是 哈利刚出生时一头红发 就明显和王室血统不一样 他逐渐长大之后 相貌更是和父亲查尔斯没有一点相像的地方 父子之间长得不像道士不稀奇 可令人不惊要猜想的是 哈利的相貌竟然和休伊特有着很相似的地方 而休伊特的身份也过于尴尬 她是戴安娜婚内的情人 曾经有过一段不能公开的恋情 戴安娜曾经有过出轨的行为 再加上哈利长得像母亲的情人 她的真实绅士也就成了一个很大的谜团 大部分人心里有着猜想 但迫于没有足够的证据 最终也只是流于坊间的八卦而已 但当哈利逐渐长大之后 她的叛逆却真的像急了休伊特 这让查尔斯一直怀疑 哈利不是自己亲生的感觉 如今梅根和哈利对王室发起了攻击 她不想再忍了 决定与儿子哈利做亲子鉴定 据云Touch杂志报道 知情人士称 查尔斯早就听到了所有关于哈利的谣言 现在她已经成为了英国的君主 她决定亲自动手 敦促哈利与她一起去做亲子鉴定 查尔斯把要求给到哈利了 提出了做测试的想法 她需要彻底弄清真相 因为梅根的丈夫哈利非常像休伊特 查尔斯知道戴安娜在他们的婚姻期间和休伊特有染 但戴安娜王妃总是告诉她 这是后来才发生的事 可她显然听说了哈利是他们的私生子的绯闻 如果哈利的DNA测试结果显示 她与国王查尔斯没有血缘关系 那哈利一家的未来都将面临风险 这意味着哈利将不再享有王室的财产的继承权 哈利将一无所有 该消息人士称 王室必须百分百确定她是王室的血亲 传闻中的休伊特之前否认了她和哈利王子的关系 她声称和戴安娜王妃建立关系时 哈利已经是一个盘山学部的孩子了 所以她不可能是哈利王子的父亲 尽管如此 休伊特的出现并没有结束猜测 特别是因为他们都是红头发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都没有红头发 所以当哈利王子出生时 头发颜色如此特别 让英国王室成员都很惊讶 众所周知 在哈利王子出生后 戴安娜和查尔斯的夫妻关系变了 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 各自有了各自的情人 有消息称这是因为查尔斯想要个女儿 可哈利是个男孩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 恐怕天下没有哪个父亲会因为孩子的性别 而这般讨厌自己的孩子吧 这也成了人们怀疑 哈利生父究竟是不是查尔斯的原因 戴安娜如果是和情人有了孩子再偷偷生下来 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戴安娜王妃早逝 等到哈利的特征与休伊特越来越相像时 她已经离开人世了 也就没有了能真正解答的人 但人们最为怀疑的对象是休伊特 但休伊特却无论如何也不承认是哈利的生父 据消息人士表示 休伊特的一面之词其实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甚至有媒体指出 戴安娜和休伊特被拍到优惠时 戴安娜的第二个孩子还尚未出生 休伊特的言辞只是为了推卸责任而已 现在看来查尔斯对待哈利的身份有着明显的怀疑 必须要做亲子鉴定 据外媒报道 最近哈利夫妇准备又有大动作了 王室发出了最严厉警告 若哈利夫妇敢继续爆料 将对哈利夫妇一家做出永久性驱逐出英国边境 查尔斯继位后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表面上是在精简王室 但实际上却是在针对哈利 白金汉宫方面很担心 哈利的新书会彻底破坏双方的关系 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这次的发言充满威胁 如果哈利和梅根还是执迷不误 继续选择爆料王室秘闻 那么很可能会变成孤儿 据每日邮报消息 哈利的新书噱头十足 很多内容都让王室瑟瑟发抖 矛头直指英国君主之统治 女王生前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哈利能够跟王室和解 但是现在女王的遗愿彻底落空 哈利的回忆录充满挑衅意味 由于女王已经过世 需要修改不少内容 但是出版的日期不会推迟 并且宣称将还原母亲戴安娜王妃车祸真相 立刻引发了各媒体和群众的关注 根据最新消息称 查尔斯对王室的改革势在必行 王室在女王后期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 如今女王离开了 特拉斯对待王室的态度又不好 所以查尔斯会在短时间内遇到很多麻烦 他在完成了母亲的葬礼之后 又要对付哈利梅根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哈利梅根竟然先下手围墙 当他还没有主动去做这些的时候 哈利梅根就晒出了自拍照 我们看到哈利梅根的自拍照是特意拍摄的 并且进行了很久的修饰 梅根选择了红色的服装站在主要位置 哈利则是在旁边有些侧身 显然是要起到辅助作用 哈利梅根晒出这张照片 就是要告诉亲国王查尔斯 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女王的默爱 随后梅根的播客节目会如期举行 这个节目会不断地提一些王室的隐私 梅根晒照的目的就是严重警告查尔斯 如果新国王查尔斯真敢对他和哈利下手 他就会在播客中说出更多王室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幕 如果新国王查尔斯认为这些不足以罢手 那么哈利梅根还是有自己的杀手锏 那就是此前推迟上市的哈利自传 将会提前送到群众眼中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